秋天要多吃红薯 今天用这款微波炉做一道红薯清橙蛋糕 香甜暖肉奶香浓郁味道真的绝了 首先准备两个洗干净的红薯 把它削去皮 再把它切薄薄的片 刀工好的尽量切薄一点 这样更容易熟 全部切好后换入开水锅里焯一下水 再用铲子方棒一下使它受热均匀 水开煮个5分钟差不多就熟了 然后捞起沥干水放盘子里备用 碗中打入两个正宗的母鸡蛋 加入30克的白糖 用打蛋器充分的打散 使蛋清蛋丸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再加入100克的纯牛奶 再把它随便的搅拌一下 然后加入50克的面粉 继续用打蛋器搅拌 搅拌至顺滑5颗粒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母鸡里铺上一张油纸 底部倒入一层鸡蛋液 上面铺上一层红薯 接下来继续一层红薯一层鸡蛋液的话 我一共是放了6层 最后一层是倒入鸡蛋液 然后就可以放入微波炉里烤了 这是我一直很喜欢的一款微波炉 今天大中午到了 它是微烤一体的 热菜热饭只需要3分钟 还有三种烧烤模式 能烤肠烤肉烤鸡等 能360度行转加热 还有一键解冻功能 真的是功能都超实用的 10分钟后我的红薯清晨蛋糕就好啦 再来烤一只黄鱼吧 把腌制好的黄鱼放入微波炉里 我真的是超喜欢这个颜值 这里有12种菜单模式 我们选择鱼就可以了 重量选400克 时间是烤10分钟 这样我的红薯清晨蛋糕就做好啦 孩子不爱吃红薯可以试试这样做 香甜软肉 奶虾浓郁营养又美味 用刀把它切成你喜欢的小块 就可以享受美食啦 这个时间我的黄鱼也烤好啦 趁热把它取出来 有条件的再撒一些迷人的小葱花 淋入一勺蒸鱼此油 再倒入一勺滚炭的热油激发出葱香味 肉质紧实真的超级的香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是明显 我们明天见拜拜